蝦咧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么第一位是 餐酒馆业者林鸿伟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眼科医师黄佑加黄医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艺人小抠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秘密专家周应均老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律师雷秋雷律师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有一半是勇敢的 就不戴口罩了 有一半是胆小的 好 不过说胆小 其实也就是小心为上 对 好 戴口罩其实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主题是 你家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 日本有一位三十三岁的女性 她叫杏子 杏子因为未婚夫跟家人们的 拿筷子的方式 不符合餐桌礼仪 竟然毁婚 虽然亲友都欠她不要冲动 但杏子认为没有跟男方一起生活的自信 要拿筷子这样子要一辈子 她没有那个自信 因此解除了婚约 这个杏子因为她急着结婚 生小孩 所以跟交往一年的男友订婚 那订婚同居以后呢才发现 男朋友吃饭的习惯不好 除了手肘都会搭在餐桌上吃之外 什么叫手肘 手肘就这里嘛 搭在餐桌上 有人就是摸着的 吃饭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 所以这个有时候小孩子会被人吃 大人都会跟他说 杀子不能这样吃 好 那么他除了这样之外 还常常用握住的方式拿筷子 握住的方式 握住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 怎么吃 好难喔 这样子的 他们就这样子再吃 这个一吃就是这样 一个就滴滴滴滴滴 所以这个就很难看 好 然后杏子还说 他用单手捧碗 旧口吃饭 单手捧碗 旧口 旧口吃饭 旧口吃饭 不是这样吗 应该是对啊 这应该是对的吧 应该是对啊 是啊 应该这样对的 那么 日本人吃饭是这样子 日本人吃饭是去夹患 不能把我们 我们是这样子拿 不可以旧口 对 不一样 好 那么杏子觉得 不符合餐桌礼仪 而且怕他说 后面这个 教育孩子大小 所以胃分敷遭到纠正以后 一开始他是有停进去的 可是习惯实在很难改变 未婚夫后来觉得 女生战啰嗦 就开始发生争执了 那么这个杏子呢 有一次 他又跟男方的家族聚餐 才发现对方 几乎所有的家族成员 都没有按照这个餐桌礼仪 好破坏 他难怪未婚夫会是这样的状况 杏子当场就以身体不适为由 提早离开了 一个礼拜之后呢 解除婚约 这个事情让男方非常的错愕 来 我先请教一下宏伟 你会在乎别人拿筷子的方式吗 我还好 因为我自己拿筷子的方式 也不是正确的 拿来看看 拿来看看 我筷子是 因为一般人家好像是用 食指跟中指嘛 那我是用中指跟无名指 我都是这样 所以手会翘起来 总会这样 你这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翘中指呢 中指很难翘吧 对 因为我从小 因为我爸妈也没有特地要求 我去改变这个习惯 那人家常常说 你为什么要翘起来 我说譬如说我们在抓养的时候 那确实还蛮方便的 而且我譬如说我在外面吃饭 看到人家跟我这样子夾筷子 我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 反而会了起来 了解 那黄医师会去看 别人拿筷子的方式吗 其实不太看 因为他吃得到东西吃得饱就好了 所以这个人有一点点小题大做了 那小CALL呢 我其实我自己会看 但是其实他也不会妨碍到我 因为其实我们也没有一起生活 对 但是我其实因为 因为其实大家正确拿筷子的方法 我也不知道 只要你可以吃进嘴巴 我是觉得很合理的 对 所以我觉得OK 怎么拿都没关系 对 所以就特别做 那黄医师拿筷子来看看 是这样子拿 标准 这样算标准 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个周老师会在乎吗 我其实不在乎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就是很随性 我的家人 我都觉得说家人 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可以随性 那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你到外面 去跟人家吃饭的时候 所以我通常会跟自己的家人讲说 我们吃饭就是 如果他的那个 如果他的不正确 我会跟他讲一下 但是至于说在家里 我们是不会 因为以前做他们的 时候是这样 大人是你拆不在乎 他就是那个筷子 直接给你送下去 还是给你 你的菜他就会把你 给你刺下去 你就没找到菜了 好 就是这样子 雷律师会在乎吗 以前教小孩的那段期间会 但是后来他长大 反正也没教好 因为你知道还有那种那个筷子 夹筷子的矫正器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家里头有买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 现在小孩子实在太难驾驭了 对 所以他就不管怎么教他 他长大之后 还是照他的方法夹 那你拿筷子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 现在是这样子 这样很标准喔 对 来 那周老师 你拿一下筷子夹一下花生 其实夹筷子 拿筷子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会把这一支 其实是这一支没有动 其实这一支是 扣在这支 无名指 对 这三支 就在夹于这支豬 所以你知道夹筷子 就是你这样夹筷子 头头会很好吃 你就会很好吃 你一粒一粒就会夹起来 就是很好吃 所以他就是很好吃 刚才在说的 我是都这样 叫公主 那是你在我们家吃饭 我就会把你吃下去 对吧 其实还是一样 对啦 因为这个就是 从小有时候 尤其是我们在山珍 大人也是都会说 对 他在说的 刚才那个 他说这样 他饭碗救我们的口 他这个以前就是 台湾就是叫白 我们这样吃东西 叫白 他们日本人就是这样 这样驚 所以日本人吃饭是这样子 对 他的饭是这样的 那我们台湾人其实 台湾要捧起来 我们现在这块碗没有捧起来 就会有点 真的 那这个日本人的餐桌礼仪 是不是很讲究 对于黄医师对日本 还蛮了解的 到底怎么样 因为我蛮喜欢日本文化 因为有学日文 有学他的语言 你就会喜欢他的文化 所以以我出浅的了解 跟认知是 我觉得日本人比较讲究 那个礼节跟礼貌 比如说如果你在 我们去他们的餐厅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讲话 比较大声 他们其实在餐桌上 就不太讲话 我讲话很小声 在车厢上也是一样 他们很注意这个 就是说要安静的吃饭 然后至于你说礼节 这个table manner的话 就是这个餐桌礼节 到底到什么程度 说实在 我也没有跟他们学习 但是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对那个 你看那个他们的那个饮食 是这样子摆盘 都有他的次序跟那个文化 比如说我们餐桌上 我们通常一道一道上 可是他也可能是一道上 或者是他全部有那么多背盘 就表示他是有讲究的 所以他在 我认为日本人在这方面是 确实是比台湾人更注意 就是有可能有这些状况 所以这个女生 我相信他可能就是每天看 然后就是看了之后呢 他就觉得没办法接受 但是我认为啦 就是说这个他也不是第一天 知道他这个握筷子是这样 他只是更聪慧地想到说 他全家人都是这样 然后所以这个男生 应该是很难矫正 他所不认同的习惯 所以他会想到说 日后可能相处是困难 因此提出来就是要解除婚约 是是是 其实我曾经 因为日本人讲 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个叫做 吃饭就是我要吃的 那吃完吃完了 我会去吃饭 但是问题 我们常常在那边 会养成一个习惯 有时候吃完的 就是我们去餐厅吃完 就会跟人家说谢谢 对 你知道我曾经说谢谢给我妈 为什么 她说你干嘛跟我说谢谢 日本人这样子 不是不是不是 是台湾人 因为我们就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了 就是吃完了饭 就会谢谢 就是谢谢招待的概念 已经感觉说那个谢谢都已经 就变成说什么都会说谢谢 结果会罢了 你干嘛跟我说谢谢 那真无礼 所以说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说谢谢又错了吗 真的有时候台湾人 他就是会觉得说 你好像很矫情 太客气了吗 对 你会觉得你很矫情还是什么 不知道就会用吗 不过台湾人出去 目前的 我觉得我们的规矩都还不错 都不错 我觉得我们有进步 那譬如说去 因为你住在饭店 会知道是不是都有那个 咖啡吗 对 早餐 那个盘子不要装太满 真的吗 我都装超满的 我想说 不要去那么多碳 她不是台湾人 不然我们先休息 进晚告 谢谢大家 我曾经去旅游过 然后看过别果的旅游团 可能是很厚的了 你知道那有些蟹 煞好的 很新鲜 对 你知道他们有端这个餐盘吗 当然当然这有偷刀 他端餐盘是这样 这样切开了 当场子的概念 不过那个国家这么有效率 你们都是贪心的 我来来报仇的 不是来吃饭 要死我 我就觉得 这样真的世界有搖死鬼 很快就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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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人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吗 因为一下子就没了 对 他们马上就跟 因为他在供应到够 那个好的饭店 结果他又端出来 你知道 没有人家都吃了 我们这个讲到餐桌礼仪 我想请教一下黄医师 你最受不了什么样的人 其实我最受不了就是吃饭 因为我今天刚刚好戴口罩 不能示范 就是他夹了那个菜 到嘴巴里面 然后觉得很好吃 他会故意用那个嘴巴 他不闭合的方式 然后嚼出那个菜汁 不闭合的方式 对 就是这样 对 然后其实我会这样讲 是说因为其实我们的习惯 真的是来自于家庭的教导 我会不喜欢这个 其实是源自于 我以前是这样 我在很小的时候 我小学有喜欢一个男生 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他又高又帅功课又好 然后呢 可是这个男生 这我喜欢的男生 他突然跟我讲说 这个你为什么吃东西 嘴巴没有闭起来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可能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是他就提醒你 然后 所以我说人 在纠举别人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大部分 不主动纠举别人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只听得进去 我们欣赏的人 喜欢的人的建议 像如果是别人跟我这样讲 搞不好我会很拗职说 不然我妈妈就这样教 或者是我就是这样子 我叫哪里有什么错 他也这样子 可是是因为刚好是 那个是我喜欢的男生这样 我那时候心里觉得很挫折 我喜欢的男生 觉得我是这样 所以从此以后我吃东西 就是嘴巴会闭起来 就改善了喔 对... 这个话最受用 比妈妈讲一百遍还有用 对... 那你现在去餐厅 如果有人这样 同桌吃饭 你会跟他说吗 我其实也不会这样跟他讲 可是我会说 你这样子会不会 太容易掉下来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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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像当初那个男生 对我讲得那么直接 是... 等于是像这样子说 用拿筷子的方式来毁婚 这个可以求偿吗 你都已经订婚了 我先讲我不懂日本法 但是如果以台湾来说的话 那个... 大家其实很容易忽略一件事情 是婚约是不能强制旅行的 你不能说 那个我跟他订了婚约 到时候时间到了 他不... 我就叫警察后 把他押过去订婚 这不可以 所以订婚如果毁婚的话 最后的结果都是 损害赔偿 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请对方赔偿 那所以像比如说 那个... 你办了婚礼啊什么 这些都是可以请求 那当然有另外一点 精神上的损失 大家常常会忽略掉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 我好好跟你 都已经公告亲友了 对不对 就被你毁婚掉 对那我... 因为你那个... 不结婚的这件事情 让我精神上受到损失 这可以请求 那你在当律师 有受理过什么 因为什么小事情 而毁婚的吗 其实婚约现在真的比较少 因为大部分的情形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台湾的 婚约的制度 是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是 比如说重大的室友 比如说我... 他有一个专业 所以比如说他跟人家 合一性交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毁婚 是他要陪我 反过来说 没有带任何理由的 我毁婚 变成是我要陪他 不过现在这种东西 如果假定没有像 比如说办婚礼啊什么 这些很大的 财产上的损失 那精神上的损失 其实都是一些些而已 所以大家讲好就好了 不过讲实在话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 对你来讲很重要 比方说拿快捷的方式 而你要嫁给他 然后两个人要一辈子 对 相处 我觉得算了啦 就太痛苦了 因为他也不改 对 是 因为对那个人来讲 真的很过不去 对啊 过不去就没办法相处 是 那刚刚黄医师讲到说 他小时候很喜欢一个男生 因此改变了他吃饭的方式 对 那小Call 你的男朋友 因为用牙线的习惯 让你受不了而分手 对 其实我曾经有交了一个男友 他年纪其实大我差不多 也十岁以上 你都喜欢这种 没有啦 我现在老公只大我三岁 三岁 对 就是他的餐桌礼仪 我觉得没有很OK 虽然说我不是一个 那么在乎这个礼仪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不OK 已经影响到我对他的感觉 就是我会觉得说 他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看不顺眼 譬如说就是吃完饭 然后他就会喜欢剃牙嘛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在用牙线 或牙签的时候 其实稍微这样遮一下 他不遮就算了 他这样子大方地剃有没有 那剃完之后呢 他也不把牙线呢 就是直接就是用卫生纸包着 放在餐桌上 就是让人家 就是可以直接收走 他就喜欢叼在旁边 叼在旁边 然后连走出就是餐厅 他也还叼着喔 然后我就觉得 我对于这样子的行为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牙线都已经剃完了 你为什么还要叼到嘴巴 然后换完这边再换这边 这是周润发害的啦 他是一个重视平衡的人 所以他跟周润发害一样帅 他可能那个电影看太多了 那我就觉得 我就是 以前我曾经有碰到过那个是 以前的人都没能够吃饭的 你知道为什么要替牙线 就是因为吃饭嘛 那个感觉就是说 你看我吃饭的 就是那个其实是 有时候真的没有 没吃 肚子咬 但是他就是那支牙线 拿在那里放在那里 就告诉我吃饭的 是不是没吃 有这种情形 但是他真的已经吃很饱了 我知道他不用再去催眠自己 是不是他还没有吃饱这件事 然后这样就算了 日本的武士精神就是 你出去要 就是你即便肚子很饿 但是为了一个 你的精神层面被人尊敬 你要装出 你已经吃得很饱的样子 是 所以 那时候他们武士刀 会拿起来当牙线 真的假的 假的 吓死我了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其实就看不惯他 那这件事情 我就一直放在心里 所以他每次一到 就有这样的行为的话 我就开始对他的 这个分数一直扣分 一直扣分 扣到最后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说 那我们不要在一起了 因为我觉得 我提醒他不要这样 他也改不了 对 那改不了的状况之下 就会有很多的争吵 那不如不要在一起 那他除了牙蟹这件事情之外 他还有一个很奇怪 他每次到餐厅吃饭 都很像大爷 就是你要点菜 他都这样 那个 就是啊 我都说 你什么那个那个 你就是叫一下就是 有没有服务生啊 就是我们要点菜 然后他讲话又很大声 就喜欢手困在这边 哇 有气势喔 但是我不喜欢 我就觉得你就是 好好做好就好 但是他一定要这样 然后这样拍 然后这样子看看看 有没有这个这个 你没看到啊 小托来了 你看到啊 不是 不是 然后我就对他这样的行为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尊重了 对 所以我就后来 我也没办法忍受 所以我交往跟他 交往不到两个月 我就跟他分手 对服务生也要尊重 对 这是一个人的内涵 是啊 对 因为他服务你嘛 对 那我看过男生啊 他指甲都剪得干干净净 他就是留一只 长的对不对 小指的指甲留蛮长的 对 我有看过 那后来我想说 奇怪你为什么这一只留那么长 后来吃饭才知道 对 他是吃完饭以后要剃牙 不是防小人喔 不是 他是剃牙的 而且他剃出来以后 有时候是这样 再吃进去 然后再咬一咬 然后再吞下去 有没有碰过这种 有嘛 对不对 我真的喜欢你 他有时候会剃完之后 再把他放在桌上 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 看到这种我也会忍不住 你喜欢男生剪得很干净 然后留一只小指 不喜欢 就一起剪掉好了 你要问他人家干嘛 我不是搞小人我能接受 剃牙我不行 洪伟有没有看过这种男生 有很多 很多吗 留一只 留一只小指的指甲 八九年代其实很多男生 都习惯会留一个小指甲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 流行文化者产生 我不懂 但确实他们确实会拿来剃牙 有些更恶心 会拿起来闻一闻 不是 重点 重点是因为 人们都会说 买清楚太多 就是比较低的名字 所以说以前的人 所以说有很多人 会在维持这个买清楚 又来把指甲流长 就是等于是补充 他说买清楚太多 这个其实是不正确的 是 好 那周老师是有客人的女儿 来问你的意见 这个也是 好 这等一下说 好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客人的女儿来找周老师 问什么 对 因为她其实是 是一个朋友 朋友的女儿 她那个时候就是说来参照 她跟我参照 她是说她想要跟她男朋友 因为已经有定婚了 结果她就想要陪她解除婚约 因为她说她 其实不是她男朋友的问题 因为她跟男朋友 有交往差不多一年完 其实他们都很好 但是一年多以后 她到他们家去 因为她的妈妈 男朋友的妈妈要请他们吃饭 那请他们吃饭的话 因为通常男朋友 她要请她吃饭 有的人就是怎么会自己煮 结果她男朋友说 就是她妈妈说不会煮 她说我们来外面吃 那外面吃就外面吃 那她常常是这样子 后来是常常 她说她一天就去 她怎么样 就是因为男朋友爸爸妈妈 还有男朋友妹妹 跟男朋友跟家上她 就五个人 结果他们去的时候 就坐着想她妈妈就说 你看你也喜欢吃什么点 她就点了 她就点了 她就点几口 她去意大利麵 就点几口 她就点几口 现在后边人不用点了 就说你点几口 反正他们就五个人 要点五样菜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反正她其实觉得都还好 不一样就不一样 有什么青酱 有什么白酱 海鲜 这些东西 好 那点完了以后 菜一送上来的时候 大家先不要吃 她妈妈就把那个 那个餐具拿来 就开始了 大家的东西都送来 开始分 就是把它一个人分 就是一个人都完全 五个人都吃 每个口味都吃 每个口味都一点点 那就是这个口味 噴噴噴 所以你的盘子到后来 是全部吃一样的 因为你都吃五种口味 但是我那个朋友 他女儿女儿就是什么 不吃到 不吃到 他有很多东西 不敢吃 就是那些什么青酱等等 他不吃 他想要吃鸡烤 结果他一感 就心里面很难过 不知道要怎么 要吃到晚上 不吃到晚上 结果后来他有棉尾其他 就吃下去 后他就有跟男朋友讲说 我觉得还不太习惯这样子 结果他男朋友都说 好 我才跟妈妈说 不过后来 他不敢跟妈妈说都不 只要他们去吃饭都是这样子 吃那个日本料理也很奇怪 就是这样子 都是这样子分 因为你如果说一人一分 就还OK 如果照在那样 就都可以捏对不对 他如果就是套餐类的 他就会这样子 那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他就会这样子分 结果他就一直说 他不想这样子跟他们在一起 他说他后 因为妈妈又不能煮 那跟他在外面吃的机会又很多 那我会常常去吃到 我不想吃的东西 我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又被分到 剩一点点 我根本就没有吃到 对 所以他就想要跟男朋友说 这个问题 我是说 其实应该可以跟他说 这么严重 对 我说 应该你可以透过你男朋友 跟他妈妈讲 他说我会跟他说过 他说他会跟他说 我说可能没说 你要跟你男朋友讲 慎重其事地跟他讲说 这个事情我可能没办法接受 结果男朋友跟他妈妈说 好了 他男朋友真的就跟他妈妈讲了 好了 你现在是在跟我问说 我想要跟他伴 我没想要跟他到底 我不想进入这个家庭 结果不是 他现在跟男朋友 跟他妈妈说了 结果他妈妈 他马上就跟他男朋友讲说 你这个女孩不能够 他说这女孩 如果说什么东西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就表示这个女孩 女孩拍到点 拍到点 就是他那个有挑食习惯 人家拍到点 又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说为什么 他一直不知道 老师的老师 你老师一定要这样 他是说 应该讲说 希望大家都吃到 认各种口味 他们就因为他不能煮 他的出发点是好异 可是别人不一定喜欢 对 因为你自己的人 你家里的人都没有问题 你从小到大 他人都习惯 那就是吃各种口味 因为他妈妈不想煮 他就会吃各种口味 但是问题 有一个来一个外人 这个外人来讲 我觉得应该是 他不要再加入我们这个 因为他不结婚 那因为你这样做来讲 因为有可能 他们家人都常常吃 这些口味 他们对他来讲 不那么稀奇 所以他不喜欢这样子 在分着吃 结果他男朋友的妈妈怎么说 这不要甜 结果是 这个女朋友不要了 对 反而是他男朋友的妈妈 来跟他说 就叫男朋友不行 我就是喜欢吃焗烤 对啊 结果被你分一分 我剩这些 就一点点 就一口而已 不想吃的青酱 跟那个什么白酱都有 不过我觉得要尊重 不可以 因为要问过人家说 我大家来分一分 你OK吗 还是说你只想吃你的焗烤 应该这样子要尊重 好 那么小Call 对 说这个你婆婆有个习惯 对 你也很受不了 结婚之后 其实家里有时候 都会有一些客人来吃饭 那其实我们家的那个空间 比较小 那我们也没有特别的餐桌 所以客人来的时候 我们吃饭的地方 都在我们的客厅的那个桌子 就从厨房煮好 然后就端到客厅的那个桌子上 那有时候因为空间不大嘛 那如果来的人比较多的话 如果比如说十个 或者是我们现在现场 六个人 其实就有一点点比较拥挤 那客人来 当然婆婆都会准备很多很多菜嘛 所以就会整个桌子都摆满了菜 那摆满的菜 大家又有盘子 又有自己的碗 然后可能又有酒杯 就很满 就会很挤就这样子 你不能乱动 乱动可能就会掉了 那我就想说 有时候客人这样吃一吃 比如说这一道菜已经吃完了 就一个空盘留在那边 然后那边又有一个空盘 那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直接把空盘拿起来 那个空盘拿起来 我订入医嘛 订入医啦 订入医 站位置 对 我刚刚订回到 我就刚刚订回到 轻一轻看起来舒服多了 对 我想说 就把空盘拿起来 空盘拿起来 就先去收到后面出发 但我因为这个动作 我就被我婆婆骂了 对 她就说客人还在 你怎么可以收碗盘 然后但是我 但是我的出发点是觉得说 其实我没有要全收 我只是 收完盘就告诉客人 你该走了 对 对 就是 但我没有收全部 我只是想说 因为很挤 就是挤到大家就很卡 所以我想说 把那个空盘收一收 把菜再集中一点 大家比较好活动 然后但我婆婆她的观念 是觉得说不能收 因为收就是像郑大哥讲 赶客人 我说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要 但是因为客人都在 所以大家都变得很尴尬 对 那最后我还是 因为我都已经拿起来了 我还是把盘子拿到后面 对 那这件事情基本上 就有跟婆婆就是有 稍微沟通了一下 我说其实我也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不是在赶客人 因为我没有收 大家的碗筷 我只是想说 让这个空间腾出来 然后婆婆她其实后来 就是我在一直跟她说 一直跟她说 她也觉得好像 她可以接受 所以才后来 就没有再为了这件事情 而争吵 是 对 刚才会说 我们疲惫了 你妈妈吃不饭 没有啊 有时候你的好意 不要只有行为 因为行为会被大家误解 所以我觉得你 其实做得很好 你这个行为 是善意的出发点 可是你嘴中 自己要解释她 说这个太解 我帮大家收起来 就我先解释 我行为的好意 这样子 其实婆婆也 比较能够理解 是 对 因为我嘴巴没有说 就直接是动作 所以造成了大家的 我婆婆要误会我说 我在赶客人 对 其实没有 我只是想要再拿 拿起来再放一些 她有钱吗 婆婆有钱吗 她有了 她突然就是 突然就很大声 我就吓了一跳 对 通常就是说 盘子里面还有东西 不收啦 对 但是盘子已经空了 不收就会很奇怪 对 我收空盘 空盘一定要收 或者有一些 已经吃到很少了 都搭的 可以放聚会 对 然后后来 就现在我们家就是 我婆婆也就是说 就是沟通好之后 她就说好吧 就是如果空盘收走 其实大家就有更多的空间 还可以再准备一些 下酒菜放上去 所以就是再换一个东西 把它放上去 让她觉得说 客人来桌上都是满 我们很澎湃 对 不敢失劣 对吧 她觉得没有失利 那说吃剩的饭菜呢 对 这件事情我也是 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我婆婆她就是 比如说吃剩的饭菜 她也不会就是直接倒掉 因为她会想说留下来 可能明天早上中午的时候 她再把它当早餐 但是这个也是 就是因为她节俭嘛 那这样冰起來 我觉得很OK 但是她的冰法 要给大家看一下 她是 或者上节目 是有准备证据的 这个是 她的冰法是 直接盘子 就是直接盘子呢 就是直接没有吃完的 整个盘子这样冰进去 没有用任何的 没有保鲜膜 对 没有任何的保鲜膜 然后下面这个 它就直接碗跟盘子 直接就冰 对 然后这个是已经有清干净了 之前还有就是先切好的肉 就是生的肉 切好 然后也是直接这样丢进去 因为她想说晚上要煮 所以就有生的跟熟的 都全部混在一起 这很容易污染 交叉感染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行为 就是我觉得说 那冰箱因为是一个空间 你这样全部的东西堆进去 其实细菌或什么 就是在里面这样混 然后还有食物的味道 会很混杂 对 然后婆婆就是她 因为她从以前到现在 已经六十 六十几年她都是这么做 所以你要她改变 其实真的还蛮难的 所以就会默默的 现在有时候 我会稍微跟她讲 但她真的没办法改的时候 我就自己去拿保鲜膜 把它封起来 甚至就是拿那个保鲜盒 有没有 因为这样比较不会占空间 因为之前很经典的时候 我们家是这样 有锅子有炖的炖肉 有没有 直接冰进去 然后呢 这边又有一个炖肉冰进去 然后上面叠盘子 它很会叠喔 都不会倒掉 然后也没有封起来 所以后来慢慢去跟她 跟她说完之后 我说这样其实 会造成你身体的健康 对 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 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 跟她说 我说你健康很重要 如果你因为吃了这些东西 你不健康 要花更多的钱 她才愿意说 好像有道理喔 她会去买菜吗 会啊 买菜回来呢 直接也是冰进去 塑胶袋也没拿掉 塑胶袋里面 在浸出来也拿进去 对 塑胶袋里面 鱼也拿进去 对 老一辈很多都这样子 不管是冷冻 还是冷藏的部分 全部都直接丢进去 直接丢进去 然后所以她这个动作 会忘记她买了什么 对 因为都躺在里面啊 对 然后再加上 我婆婆膝盖不好 所以她其实有时候 也懶得蹲下来找 然后呢 我可能一两个礼拜 清一次冰箱 就会有东西都发霉 就一打开里面都是霉菌 因为她忘记了 她忘记她买了可能茄子或什么 但因为如果比较大 那你要跟婆婆讲说 以后香菇不要再买 因为都有自己生产 不是 那会再也不敢吃香菇 就是她会忘记 对 所以我都会跟她讲 你不要直接让冰进去 这样喔 好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别觉得不弄 好 解释了 好 谢谢 好 谢谢 宏伟这边是由表弟 被介绍一位条件非常好的女朋友 是 我刚刚讲都是一些 生活的习惯 那他们家可能就是一些 文化上面包括一些 可能民俗上面的一些 有落差 有些有落差 我這表弟交了一個女朋友 差不多約莫一年的時間 因為兩方都還滿穩定的 那女方就想說要把這個 我表弟介紹到家裡面 去給大家認識 那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說 好 那就約到家裡面去 見一下爸媽這樣子 那他進去門口的時候 介紹跟爸媽介紹 這我男朋友什麼 他就跟我表弟講說 不好意思 我先上去拜一下拜 打聲招呼 然後他講說 我表弟當下就覺得這個女生 我女朋友還不錯 上去還會可能有一些 該做的事情 要去跟打招呼什麼的 然後每一次 這個事情發生了之後 他其實也不以為意 那過了好幾次 因為每次都要他家 他都要去樓上去拜這個拜拜 因為他們家是那個 三層樓的透天 要到那個神明鏡去拜拜 他說你上去到底是拜什麼 跟我的祖先排位 說打聲招呼 我平安回來了 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想說那還不錯 然後過了差不多交往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也更穩定了 然後他就每次又回到 他們女朋友家的時候 他女朋友就要求他 一起上去跟祖先打聲招呼 然後那時候 我表弟內心就是 還是會有些疙瘩 拜法郎的招呼 對 就很奇怪 就是說我也還沒跟你結婚 我也不屬於你家的人 那我為什麼還要到樓上 怎麼會有睡過 對 他就覺得很奇怪 還在分食 然後最奇怪的一點就是 有一次他媽媽生日的時候 然後他就陪同 因為要幫未來的可能 丈母娘要去過生日 然後一起到他家去慶生 然後他看到就是他的女朋友 跟他弟弟跟他一些 就是跪下來 去幫他媽媽洗腳 洗腳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表弟他們家裡 是比較 情感是比較生疏的那些 沒有到親密到時候 要去做這些 甚至平常連牽個手 他都不太跟媽媽做這樣互動 他看到那一幕 他整個是嚇到的 他說為什麼生日 要做這些動作 然後他女朋友後來跟他解釋 就是說因為生日的話 就是一個孝道的進行 他們希望能夠把這個東西 傳承下去 就是你得去尊重媽媽 因為母難日 媽媽很辛苦 幫你生下來 然後必須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後來更有一次是 導致他們可能要分手的 一個原因 因為他們每一年 他們家族都會出去旅遊 是那種 坐那種大巴士 然後他就是跟他女朋友 要上車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位置空著 他發現那個 神主牌放在上面 祖先一起去 坐遊覽車 坐 請主牌要提出你 對 就很奇怪 他看到有點嚇一跳 訂個房間給那個祖先住 是也沒有 那奇怪的是有點類似 就是他們到一般外面的餐廳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大家族 都會找那種大餐廳 是那種圓桌的 然後他們還真的是留一個位置 是給祖先放在椅子 牌子放在上面去 然後他回來就是一個 百事不得其解 那後來呢 他們兩個在談論婚嫁的時候 談論婚嫁的時候 因為這個女生是 事實上是 因為他的弟弟是過季 給他們其他的親戚 那只剩下這個女生 那這個女生 那時候在談婚姻的時候 就是說假設我們未來生小孩 第一個跟你們男生性沒關係 那第二個假設又是男生的話 可以跟我們家性 然後他們是 他爸媽也是滿開明 就是說OK 那沒問題 就跟著這樣子去做 那只是他後來想到說 因為他們家的習俗 包括那些神明什麼的 你得要到以後 他們家的新家去 假設他爸媽過世的時候 因為等於神明沒有人拜 他得是跟著他的新家去 他得是每次都要去做這些事情 他反而受不了 後來就因為這些事情 就分開了 這個遊覽車 神主牌如果帶你走 我也聽過 這個是不行的 不行的 因為通常 神主牌是在我們家裡在拜 你要讓他穩 就是不能動他 所以說有時候我們神主牌 都沒有在動 就是不能動他 不能拍在頭 對 不能拍在頭 你出來還要抓蝴蜜 如果說真的是搬家 搬家是不是要搬神主牌 就是要把那個神主牌位 搬去神主 那你還要抓一個蝴蜜蜜 還要用一個蝴蜜 不是這樣子捧著 神明才能捧 這個公公一定要用一個蝴蜜 蝴蜜讓他做 還要再抓蝴蜜 好 那你說用一個蝴蜜 請給他坐 好 坐一個蝴蜜 好 那甚至一到餐廳 你說一個蝴蜜 這個我覺得都還可以 感覺說好像有一點合理 但是你晚上要叫他去睡 對 你說你沒有做一間房間給他 我請問你 你會叫他去睡 因為怎麼樣那個 如果說那個 我就放在我們女朋友那間 人在做神 你看 那不是 它是做神 那那個通常 通常是不行的 因為第一點就是說 你要放在哪裡 那個所有的就是說 你那間飯店會 客廳 就是外面的滷味 它也不可能給你放 大家會怕 因為人家會怕 所以說你沒有 所以你定義說 你如果真的要 你就是要做一間房間給他放 你說也不能跟你們 兩個人做的 在那邊被狗人 你還要叫他去那邊看 被狗人 他沒有要說什麼 他沒有要說什麼 溫存也比較 就是這樣子 就變成是不行 因為通常還有的人說 如果說你前前那個公公公放在這裡 你的第一個房子 以前我們的公益室房子 就是前一間都大小子在住 這間如果說大小子 個人他就沒關係 如果他要娶媳婦 要娶婆 就不行 那蔡老師 因為才在男女朋友的交往 雖然我去到女朋友家 女朋友要求說去拜你的祖先 OK嗎 也不一定拜 不行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們娶媳婦來之後 我那天去 要娶媳婦來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一定要四伯母 那才有拜公公 那那個時候男生才會跟著他 拜他們家的公公公 要娶回到我們家 正在我們的門 用廖說張以來拜我們這邊的公公公 我們的門 我剛剛還有一個 那個那個我沒有說完 就是說 我們那個公益室的頭一間 如果你初陣來拜公公公 kork сог成 Import 當中人要娶媳婦 那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結界 結界就是在 這個心名跟我們的中間 看一個紅的東西 sense紅作 因為可能在這兒 在這裡沒辦法放下去 說的是 你從你那一邊 你那個 開 Hillary 就是第大小子那鏡房形 那邊 可能如果放毒 放什麼 裡面用一個紅袋給他結界 紅包 紅袋都知道 那個叫節制 就這樣子就可以 他說心明這樣戳在 戳來戳去 我覺得那個是很奇怪 可是這女生 我真的很喜歡 她叫我拜 能夠不拜嗎 就是我娶妳的時候再來拜 現在就不是妳的人 現在要怎麼拜 因為妳的公嬤也會覺得很奇怪 妳這個是什麼人 未婚妻的祖先們 我今天是她的朋友 沒有 妳要說清楚就明白 對 就可以拜了 我是被迫的 難道說阿桃真在拜 後面畫叉叉嗎 不過因為這個女生 家裡的環境是做生意 是真的還不錯 一定是很好 才會這樣子 因為她原本 有一個小孩是已經被分出去 所以未來這個家業 還是留給這個女生去划 那她有問她說 你們為什麼就是一定要做到 這麼的好像祖先還活著 那種感覺 她說 因為他們家之前在生意 在喜喜若若的時候 常常遇到事情 她都會去問祖先 她反而不是問旁邊的神明 反而祖先幫了他們很多事情 所以她說你得去 接這樣子的一個傳承 是 那黃醫師這邊是知道 一個有錢人家的婆婆 她非常節省 對 我們有個學姐 她其實嫁的人家相當不錯 然後所以婆婆就是所謂的 有錢的婆婆 那可是她就想說他們家 因為就是很豪華的樣子 她去一開始是覺得 沒有發現差異 但是後來結了婚之後 怎麼突然就是說 從廁所公用的 他們有公用的空間 跟私人的空間 她從公用的空間走出來之後 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公共廁所 外面的這個洗手台上面 就掛了一張一張 已經擦過的擦手紙 在那邊晾乾 然後她就想說 是不是沒有 有人忘記丟 沒有丟 所以她就幫忙 把它收集起來 就把它丟掉了 沒想到她婆婆 就跑來跟她講說 那個紙你不要丟 我們第二次 它乾了之後 第二次還可以再擦手 然後她就覺得很驚訝 因為其實你上完廁所 然後洗完之後 其實就是要擦 上面其實是有細菌的 我們坦白講 然後所以就應該是要丟掉 可是她婆婆的觀念就是 這個應該是二次在用 三次在用 她不知道量了幾次 那她這樣一開始 她就說她沒有辦法 接受這個事情 所以她就 第一次拿來擦手 第二次拿來擦屁股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有錢人就比較不會有那些 很節儉的行為出現 其實常常會有 後來她就發現說 她婆婆其實也有好意 就跟她講說 他們家在這個大型的 就是那五星級飯店 其實是有那個會員 有參加會員 那我一次都是繳幾十萬 然後才買一個會員 那買了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個 五星級大飯店裡面 免費的用她的設施 包括游泳池 三溫暖 然後後來她就發現說 她婆婆從來沒有在家裡洗澡過 她就以為她婆婆沒有洗澡 然後但是問她說 那個婆婆回來就是有時候她會問 她就說她婆婆都會說她洗完澡了 然後她就有一次好奇說 那妳是在哪裡洗澡 原來是婆婆只要在就是外面 因為婆婆也有做家裡的事業 她一定是回家之前 她就先跑去五星級飯店 然後就用裡面的淋浴間 先洗完澡 洗完頭 吹完頭髮 弄好用全部 她們都用她們的之後 再回家 對 也有這樣 然後後來那個 我學姐有點受不了 是因為後來 那個小孩子不是出生嗎 有很小的小朋友 她也是要叫那個很小的小朋友 就外面洗澡 就是說那個寶寶的衣服 拿去洗 不用每天洗 就是兩天三天洗一次就好 覺得沒有出門沒有髒 說寶寶沒有出門沒有髒 不用那麼積極的 要省那個洗澡水 不怪這麼好走 對 在我未來應該也可以有錢 因為我的擦手指也會晾乾 真的假的 可以嗎這樣子喔 妳是未來那個有錢的婆婆 沒有 但是因為我自己擦而已 還好 而且我洗 但妳是自己啊 對 自己擦 妳還是要有細菌 但是因為我自己洗完手 我都會用肥皂洗乾淨 才用擦手指擦 然後因為我覺得丟掉很浪費 所以我也在旁邊晾乾 下一次我在洗手的時候 我再用同一張紙自己擦 對 也是 就覺得很親切的感覺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小柯 我覺得她也是一個 很愛乾淨的人 對 據說妳這個沒有洗澡 或者是沒有換家居服之前 是絕對不能上床的 沒錯 如果說妳只要稍微 就是妳已經離開那張床了 然後妳已經起來了 所以妳換了一般 就是在家裡的居家服 好 那這個時候妳可能在活動啊 或者是在客廳啊 都會有一些細菌 所以我都會不准我老公說 就是妳這樣子活動完之後 又躺回床上 我覺得妳就會把細菌帶上床 在家裡穿的也不行喔 不行 對 因為客廳大家是公共場所嘛 可能有客人來啊 那沙發我們雖然會消毒 但是妳還是有可能會有細菌 所以就是一定要洗完澡 才能回到床上 是 去驗室 但以前剛開始我有想說 我就先住進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老公 那個床啊就是不管 他出去外面上班完 直接就躺進去 或者是就是他完全 就是沒有分開的 那個時候我就非常的在乎 但是後來結婚之後 我就跟他說 我們來就是執行一下好不好 就是這個床啊 我們可以床單 不要這麼常洗沒關係 但是妳至少就是 妳要換完衣服 就是洗完澡換完衣服 妳再睡回床上 一開始他不能接受 後來他慢慢的 就會被我逼迫 譬如說他有時候跟同事啊 去外面喝酒 或跟客戶去外面喝酒 喝得醉醺醺的 你知道很醉 然後又想要躺在床上 我說不行 我就會把他拖到客廳睡地板 我是真的讓他睡地板 跟睡沙巴 我就不管他 我說除非你就是清醒一點 你去洗完澡 拖 去洗一洗 你才可以睡到床上 這件事情 這件事我很在乎 看妳這樣洗澡 這洗澡也很堅持 我很堅持 對 還好 我長得比較沒有就是殺傷力 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討厭 所以最後他們都是 妥協的那一方 對 那妳說老公也都用同一條毛巾 從頭插到尾喔 對 就是因為我個人的習慣 就是插頭 頭髮的是一條 插身體的是一條 如果插完頭又去插身體 然後又有其他的毛髮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一開始我就是看我老公 這個習慣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不分開啦 然後臉應該有臉的毛巾 頭髮要有頭髮 身體要有身體 他就全部都共用一條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分開啊 因為你看你這樣頭髮 那個毛髮 你洗完之後 就是頭 我不知道我的習慣就是 頭跟身體就是要分開來 但後來他也是又妥協了 因為我就說你要分顏色 譬如說我們的藍色是擦身體的 紫色是擦頭髮的 黃色是擦臉的 夭壽 對 所以要這樣子啊 是不是 老師是這樣正確對不對 因為頭髮有油垢 對啊 你擦頭 它有時候會掉一兩根毛 那個頭髮的那個毛 對 所以我們家就是像我跟我老公 就是會分顏色 然後擦不同的部位 但是我婆婆跟我阿姨 因為我每次住在一起 她要用同一條我就不管了 因為老公跟你住嘛 對 老公是跟我 就是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共用一點 就是毛 就是浴巾 換句話說你擦身體總共有幾條 身體其實我們家有三條會互換 對 然後頭髮也有三條 就是一組一組 對 臉還有另外一條 臉又有另外一組 所以就分顏色 然後我們紫色是專門擦頭的 藍色是擦身體的 黃色是擦臉的 對 都有分 那黃醫師你有分到這樣嗎 是 我印象 因為我自己不會用任何毛巾擦臉 我就是讓它就潑水乾 然後我如果真的要它 馬上要乾的話 我會用化妝棉把它洗乾 我基本上不用毛巾擦臉 然後 你為什麼不用毛巾擦臉 我覺得毛巾其實是蠻髒的 就是上面可能有很多的細菌 因為你並不是用完一次之後 就是一般人做不到 那如果說我們自己是 比如說比較容易出油的皮膚 換句話說上面可能會 容易長痘痘的話 基本上我是不用 因為我就不要再製造一些 可能細菌上來的風險 對 然後我其實這樣聽了 是很有感 因為我印象中就是我 第一次結婚 對 我才結婚一次 好 就我第一次結婚 就我們可能準備第二次第三次 我說第一次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剛嫁到這個前夫家 那個第一天洗完澡 其實我也很驚訝 就是它上面就掛了一條毛巾 就是那個浴室 那個浴室當然是比較高級什麼的 然後還掛著 掛著一條浴 然後他就說 你就用這條毛巾 可是我一摸 這個毛巾或是它看起來 其實就是濕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為什麼叫我用濕的毛巾 有人用過了 對 有人就 就是前面就是前夫洗澡 然後他用完之後 因為我是第二個要洗的 然後他就說 你就用這個濕的毛巾 其實當下我的心裡的感覺 就很不好 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是不用濕的毛巾 我要用乾的 那索性是他也不錯 他說你要用乾的 因為他沒有想到 所以他就說 那乾的乾的就在那個櫃子裡 然後我才去拿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如果在 那有毛巾有浴巾嗎 有浴巾 對 但是就是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真的很節儉的這種習慣 或者是比較要省水 他真的就只要用一條毛巾 就是從頭插到尾 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至少要兩條 就是頭跟身體是分開的 宏偉呢 你是男生 我是一條到底 所以我剛剛聽到說 頭 臉 身體要分開 我事實上有點嚇到了 要分開 你那條毛巾不擦絲觸嗎 你會擦絲觸嗎 你看 你擦絲觸 頭髮跟絲觸的毛髮 不是都是毛 不一樣 那你不擦臉嗎 它會擦臉嗎 但是 頭髮有油垢 真的喔 可是我每次擦完之後 我就會洗啊 洗完手會洗啊 還是會有洗 洗完頭 就是你包頭還是要分開 真的 它會掉下來那個頭髮 那如果說你們家 有五個人或六個人 就不是要十八條毛巾 你要怎麼掛 就分開來 各自分開掛 這有什麼奇怪 我們家有差不多 不是有洗衣機的事情嗎 幾百條的毛巾 對啊 就是常換毛巾就好 真的 我是都一條到底啦 包括我自己也沒有分什麼 洗面乳 沐浴機 我都沒有 都是一個到底 什麼東西一個到底 就是有些人會洗髮精嘛 沐浴乳 身體乳 我都是從頭到尾一次 你還用洗髮精洗嗎 還是 沒有 我都是用一般的 就是肥皂就 包括洗頭髮 對 全部都一起 我也皮膚也固固得很好 我也沒有痘痘 我也活得很好 看得出來 然後說這麼細的顧 真的會比較好 因為女生比較會 像我們女生來講 像我洗臉的話 我一定用海綿 有洗臉海綿 對 就是洗臉海綿 那再來頭的話 你洗頭一定 你包頭 因為頭會包嘛 對 我會包 又包頭一定有另外一條 那再來就是擦身體的 一定是一條 那個人擦個人的 護不干擾 就用顏色去分 護膚不行 也不行 這很奇怪 這是個人衛生 為什麼叫個人衛生 護膚也只要個人 分開 所以我覺得 我們家就是會有很多很多的 那個毛巾 那我們洗衣服的時候 毛巾也跟衣服要分開 因為毛巾有毛屑 它跟衣服就擦在一起 了解 那雷律師你們家呢 我們家是兩條 擦臉一條 然後擦頭跟身體一條 對 可是我剛剛聽他們這樣講 我覺得那個 我們都來怪國防部好了 因為當兵的時候 就是一條那麼小的 從頭擦到尾 對啊 那條還就是擦臉的毛巾而已 但你要負責擦頭洗澡 所以那都要擦到尾 好像男生都會比較要磨得 而且像我們頭髮這麼多 這麼厚 那麼長 一條那麼短短的毛巾 根本都擦不起來 一定要包起來 對 一般來講就是 我們就是一個毛巾 然後一條浴巾 對 浴巾擦身體 擦頭髮 對 好 那麼前一陣子 網路論壇 有個太太分享自己 她嫁到夫家之後 才發現說 夫家所有人 都共用一條毛巾 這引起了爆炸性的討論 黃醫師她是 情況是怎樣 人家說星際大戰五部曲 然後我覺得這個網友 她很妙 她是一個嫁到 這個人家家裡的媳婦 然後呢 所以她也去這個網路上 就PO了五集 極極精彩的 我認為是嫁到 泰國人 泰國人 家族 泰國 嫁到泰國家族 但是好像她心情 不受影響的分享文 然後真的 你看喔 就是那個環珠格格 才演到第三集 然後他們家這個五集 是很多人看的 那是怎麼樣呢 其實第一集就是 剛剛鄭大哥所講的 就是 驚嚇的毛巾 然後第二集是 驚嚇的餐桌 第三集是 驚嚇的小姑 第四集是 驚嚇的阿嬤 第五集是 驚嚇的阿嬤精華篇 然後每一天都非常的 讓人家就是說 增加了眼界 然後嘆為觀止 然後想說這個大概是真愛 因為還沒有離婚 或者是說 這個媳婦的老公 其實是出於你而不然 真的 因為如果說 我們一直在講說 家庭教育會影響到 一個人的衛生習慣 或者是很多觀念的話 那他們還沒有離婚 我真的也是很敬佩 那那條毛巾是怎麼樣呢 就是他們家 就是婆婆為主導 然後生活方式是 這條毛巾就是大家用 那他怎麼會發現呢 是因為他剛嫁進去 也是第一天的時候 要這個洗完澡 想說要拿條毛巾 可是他說這個毛巾是濕的 就是跟我以前看到第一 可是他濕 他沒有繼續說 他想要用肝 然後婆婆就說 你就用這一條 好 然後他就洗完之後 就拿出來的時候 正要把這個用過的 擦過身體的毛巾 去丟到這個洗衣欄裡面的時候 婆婆出現了說 先不要丟到洗衣欄 因為你公公還要用 然後他這時候就受到驚嚇 才理解說他們家的 每一條毛巾 都是要洗 洗到最後一個洗澡的人 才丟到洗衣欄 所以好處就是 一天只要洗一條毛巾 是 所以這個就是受到 驚嚇的毛巾篇 那驚嚇的餐桌是怎麼樣呢 好 等一下 所以那一條毛巾是洗臉的 對 然後他們家那麼多人洗 用一條毛巾洗臉 對 然後還看到哥哥說 什麼洗完蘋果之後 還用這條毛巾 再把蘋果再擦乾 然後再送蘋果給你吃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口 等一下再來見一下一下 好 所以他們都這樣多少 公公 婆婆 老公 哥哥 弟弟 妹妹 還有媳婦 還有哥哥的女朋友 對 就媳婦 八個人 對 八個人 一條毛巾 那條毛巾好忙喔 所以那條毛巾 被網友暱稱為是橫河排毛巾 就是橫河不是印度的橫河 大家都去洗 然後大家一起共用 然後這個毛巾其實很 不是只有共用而已 它還很萬能 出現在各種場合 比如說如果說這個吃飯 那個手油油的時候 就去擦一下這個毛巾 或者是上完廁所 你洗完手之後 覺得手是濕的 又擦一下這個毛巾 剛剛也說過 就吃東西要洗蘋果 你反正希望上面沒有水的時候 就是這條毛巾出現的地的場合 會非常可怕 那嘴巴如果油油的 也是拿這條毛巾擦 不過他們還有一種 就是自以為乾淨的說法 就是說就會跟這個媳婦講說 其實也不是那麼髒 因為我們每一次用完之後 不管是誰都會再用水 再把它清潔一下 就是他們維持 更暖暖 對 他們覺得這樣子就乾淨了 對 所以 可是嫁進去的人 會覺得很誇張 甚至就是說會需要觀察 就是他們家還有養兩隻貓 然後貓就說吃罐頭 那就是要倒在那個盤子上 然後這貓屎 結果後來發現這個媳婦 一起在她生活了兩週 就看到說 為什麼餐桌上也用 貓用的盤子 對 然後所以 可是理由也是一樣 沒關係 我有用清水洗過 所以他們家很多是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樣子的家庭 就是養成習慣之後的小姑 嫁出去了 到了人家家裡的時候 其實是她出嫁 她沒有帶自己的毛巾 她就去用她的大姑的毛巾 然後大姑就很生氣 就尖叫 對 就說你怎麼會 你們家是不是很習慣用這些 後來話講得很難聽 你是不是用習慣 擦過男人的什麼什麼 然後又來用 我們家是沒有這樣子的 因為要很嚴正地告訴她說 我們的毛巾沒有共用 她這個小姑嫁出去的 都會用原生家庭的觀念 很強烈地說 沒有關係 就用一條 最後再幫我丟到洗衣機裡面去 所以後面導致這個小姑 還差點他們家族革命 快要離婚了 對 那漱口杯呢 漱口 他們有 他們的杯子也是共用的 就是會放在一個 只有一個杯子 他們家從頭到尾只要買 一人份的東西就夠了 就是他們家通常只在乎就是說 我一樣東西就可以給全家用了 為什麼需要每一個人用不同的份 所以漱口杯是 你如果有漱口那 第二個人就說拿來喝水 然後第三個人拿來說什麼水 又泡 理由是因為泡一泡 又可以再用 然後講到漱口杯 就會講到洗手台 就很誇張 就是然後這裡我們也叹氣 就是說那個洗臉盆 他們家的男生是可以直接在洗臉盆上 尿尿的 為什麼 直接把尿 尿到洗臉盆上 主張是因為你如果尿到馬桶裡面 是不是要沖一次水 你是不是上完廁所出來 反正要洗手 所以乾脆的尿到洗臉盆上 直接就水就打開 然後就一直沖 所以把尿跟這個手就清潔乾淨 他們覺得這樣很乾淨 可是這個媳婦就是 可是 洪偉一定知道啊 雷醫師 那個有洗手台比男生 還滿高的耶 不是他現在尿到盆子吧 還是洗手台 我覺得他們家有堅強的抑制 可以達到一切 可能還有個椅子 把在汗圈尿完之後 然後再下來 那重點是牙刷呢 牙刷他當然就是說 對 這個媳婦就 就為了他老公說 你們家該不會牙刷 也是共用的嘛 男生就說當然沒有啦 我們是男女生分開 兩套 這是兩套 就是有兩套 男女生分開 可是有時候呢 如果媽媽 這個就是她的婆婆 就是來不及用的話 還是會借用這個 男生的 另外一方的 所以其實 就是什麼都是共用 感情真的 小公妳如果嫁到這個老公 這樣妳會 我會 抓狂 抓狂 對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 教育他們 對 發揮我的 發揮我的那個意志力這樣子 對 如果講不聽妳會離婚嗎 我可能會喔 說真的 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忍受耶 因為什麼東西都共用 然後我 我過不了我自己這關 不然最後的方法 我可能偷偷買一份 我自己用 對 他們家的那個大嫂 就是哥哥的女朋友 但是尊稱為大嫂 就是說 認識哥哥沒多久之後 就搬進去住了 倒是聽起來 看起來是一個滿厲害的人 因為有一次婆婆過生日 然後她就準備一個好大的 這個看起來很豐盛的 生日禮物 然後就是說拿出來 送給婆婆 結果打開來一看 裡面是各色各樣的毛巾 婆婆一看就覺得生氣了 我們家就只要用一條毛巾 你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多條 所以其實媳婦要改變 婆婆的習慣 要很有手腕 然後好在是旁邊的人就 還是要他們自己家人 就改正這個婆婆的概念說 就沒關係啊 你可以這個一次用一條 然後接下來 你就壞掉了怎麼樣 然後你可以再補上 總之就是背了這麼多的毛巾 後來這些毛巾的用途 竟然是用在小姑身上 因為小姑不是自己堅持 要用別人的毛巾 所以差點鬧出家庭革命 要離婚的時候 這個婆婆呢 就帶著這一堆大嫂送的毛巾 去摔到人家臉上 說我們就是有毛巾 不是沒有啊 宏偉 如果要你跟這個家裡面的男生 共用一支牙刷OK嗎 我說沒辦法 我沒辦法 你寧願不刷牙 寧願不刷牙 我不會 完全不要 對啊 那如果說共用一支 你每刷一次給你五百塊OK嗎 我還是不要 對 因為我真的沒有 差到一五百塊 只是說一千 我會考慮一下 我一天刷三四牙就三千了 沒有啦 整個自己 今天天要刷一次 我一個月光這樣子刷牙 就賺九萬了 真的嗎 那我也願意 你也願意啊 你也願意啊 別人刷過的牙刷耶 就是要洗一下 洗一下 然後就這樣 要圍造型嗎 對 我決定每餐飯後都刷 不是 洗一下 我應該可以一千塊我可以 那你跟 那如果五百呢 五百我也不喜歡 一千用貨我比較多 對 我想到說要用過 別人用過的牙刷 就覺得 沒辦法 練的藝術你OK嗎 再多一點就好 所以錢的意思 錢之萬 那他們這樣子構成 離婚的要件嗎 一般來說 我們比較常見離婚室友 就是家暴跟外遇 可是家暴事實上在法條上面 他講的是不堪同居之虐待 那很多人沒有想過 其實你除了物理性的虐待 有沒有 我打你之外 其實精神上的虐待也算 所以這個其實真的要算 是可以歸進來的 那只是說有沒有達到說 你那個那麼嚴重的地步 比如說像這個故事的結果 我看是老公後來妥協了 都願意改 可是如果老公強迫 你一定要住在我家 你嫁過來就要照 我們家的這種方式做 我認為也是構成的 對 就強迫了 早上一起總共也想到說 要用別人 八個人用過的毛巾 用這麼多人用過的牙巾 而且飲水機上面都卡的 都是貓的毛 都是什麼 貓毛 貓毛都卡在那個 飲水機的出入口的地方 然後又想說 要在那個洗水槽 尿盆 對 我們先休息 敬文 好 OK 好 少壞 謝謝 宏偉 以前有個女同事 跟妳分享到 她去男朋友家做客的事情 是 我想因為可能 我這個女同事 不像小Call這麼甜美 所以她目前還在抗爭當中 就是因為小Call 只要一講溝通的話 都會改變習慣 你甜美只有稱讚小Call 對 黃醫師 那我這個女同事呢 就是她現在這個男朋友 還在一起 那他們第一次到他們家 去做客的時候 因為我發現說男女朋友 要交往一定要去 人家家裡面走一趟 對 真的 或者是住在一起 這一定要去走 你才會知道說 未來到底合不合適 她第一次去她家裡的時候 因為她的男朋友 其實她是一個媽媽帶大的小朋友 那所以她在去她家之前 她其實心裡有一些準備 就是說因為她媽媽 她媽媽好像是在菜市場做 是賣菜的 那所以她就能夠知道說 我進去他們家 可能就是環境 不會他們像他們家 自己小Call家裡 是這麼舒適可能乾淨 然後她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發現小歸小 舊歸舊 但是其實還算是窗明激進 還是算乾淨的 然後到晚上用餐的時候 因為她媽媽就煮出來 她就看到她媽媽 抱她們家一隻老狗 因為她們家的狗是 得是從出生 就開始養 養了差不多十六七歲 然後就抱著她這隻狗 要帶她一起吃飯 那也沒什麼 結果吃著吃著 她媽媽就夾一塊肉 就直接用筷子餵這隻狗 就得是把這隻小狗 當成是家裡的一份子 然後那也沒關係 假設你自己吃就算了 結果下一個動作 她媽媽夾一塊肉 給我這個女同事 就她當下就嫩住了 同一雙筷子 就是餵完之後 她夾一塊肉 因為她把她這隻小狗 當成是自己的小朋友 在那裡過 因為那隻老狗已經 你可能就是 可能有一些狀況 她也不能夠自己進食什麼的 結果我這個女同事 就嫩住了 她也不知道當下 該吃還是該不吃 如果是黃醫師 妳會吃嗎 就夾給老公 又要老公吃啊 因為她可能太過驚嚇 雙賢慧的好時間 所以她還是默默把它吃掉 默默把它吃掉 結果她那整個吃飯的過程當中 她過得非常非常痛苦 因為他們家也沒有公塊母吃 她就會到處夾來夾去 所以裡面等於是 全部都有小狗的口水就對了 對 所以吃完那頓飯之後 她想說我趕快去洗澡 結果她就進去 護鑼匙去浴室的時候 就發現那個浴缸裡面 都是有水 然後水上面有一點點泡泡 她想說可能是媽媽 男朋友的媽媽洗澡的時候 忘記把水拿掉 她就把水放掉 再重新再放一盤熱水這樣子 結果隔天呢 她男朋友要載她回去的時候 她就說我問你喔 你昨天是不是有重新放那個熱水 我說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媽早上起來跟我講說 她有聽到那個瓦斯爐 熱水器的聲音 在那邊燃燒的聲音 她說你為什麼要 重新再把那個水拔掉 她說那個我們家就是 習慣就是會放一盆好好的 然後上面有那個 洗澡的時候就是淋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就沖掉 然後她還問一句 因為她男朋友那時候有點難以氣 她說你昨天有上大號嗎 她說我沒有 我昨天只有小號而已 她說那你為什麼要沖馬桶水 因為他們就習慣就是 那個浴室裡面的水 就是拿來可以浇在那個 馬桶 浇到馬桶裡面這樣要淡化 除非你上大號的時候 才能按那個沖水的部分 省水 對 省水 就是真的單純省水 然後包括洗衣服都是用那個水 然後擦地板都是用那個水 然後她為了這個事情 她就覺得很沒辦法接受 就是說像我們家就是淋浴 其實人家很多 做了很多科學的驗證 其實淋浴是比較省水的 對 最省水 省很多 省很多 然後包括他們洗澡之後 要進去泡澡 裡面還是都有些毛髮什麼的 那她覺得就相當不乾淨 那她又是希望這個男朋友 以後要跟她 假設要住在一起的時候 她的生活希望 她完全沒辦法接受 好 那小Call呢 你有個好朋友跟婆婆吵到 過年的時候都不回家 因為她婆婆有過度的潔癖 就是很嚴重很嚴重的那一種 多嚴重呢 因為他們家是那種磁磚的地板 白色的那一種 然後她婆婆是每天都要掃地 然後就是拖地 那她拖地是跪著 跪著拿抹布擦的那一種 所以她極度的愛乾淨 然後譬如說我們這個頭髮 如果到她家做客的時候 像我朋友她 因為有時候要回她老公那邊 回去做客的時候 那頭髮應該會掉你知道嗎 只要掉一根 她婆婆就會很在意 馬上就是去掃那個頭髮 還去擦那個地方 對 一根頭髮也看得到 對 一根頭髮就看得到 就是非常在意 就是地上的整間 然後家裡的那種乾淨度 甚至連廁所也都是一樣 就是你不能掉任何一根頭髮 她的那個廁所也都是用 用手去就是擦地板 然後還有不能有水漬 這件事情 所以你如果你擦完 就洗完之後 你都要擦乾淨 甚至就是你晚上洗完澡 因為他們家是浴簾的那一種 對 那你晚上洗完澡 最後那一個人要把浴簾擦乾淨 就是要拿乾布 然後上面不是都會有水嗎 你就要把那個水 都擦得非常非常的乾淨 然後她婆婆才會覺得說 這樣子整個整潔都完成了 但她壓力就會很大 因為每次只要回去 掉一根頭髮 她婆婆就開始 就是開始東擦西擦 然後又要廁所的整潔 所以她就